为什么说看完这期节目 以邓超为首的所有明星 都应该对自己有一个较为清醒的定位 该年邓超参加综艺《武哈》 任务要求他和其他两名嘉宾 前往一对新人的婚礼现场 但刚到目的地 邓超就控制不住表演欲 一言不合就上台秀起了舞技 但由于新人和现场亲友 很多都来自农村 实在欣赏不来这种表演 一时间看得新郎手足无措 台下客人也纷纷埋头拿起了手机 让现场本应欢庆热闹的氛围 成功被邓超一己之力 用尴尬替代 直到邓超发觉自己的热情 并没有点燃场子 他才安分下来 但射牛附体的邓超丝毫不慌 因为他还有最后一张 能掀翻现场的底牌 直前话音未落 邓超随即摘下行头 直接自爆家门 亮出了自己的明星身份 可打脸的是 现场除了少数人 大部分亲友对邓超这个明星 都不太感冒 而这并不是邓超第一次 遇到这种和想象有所出入的冷遇 一次邓超只身前往某村庄 一边向村民打天录的他 一边不忘丢下一句 认不认识自己 不认识我 不过得到否定回答的邓超 殊不知 接下来才是最尴尬的一幕 随后 邓超又走到一家工厂 一屁股坐到女生面前 问他喜不喜欢自己 结果女生的回答 也不知是节目组特意安排 还是不小心说出了新声 直接让邓超小小的脑袋 大大的疑惑 尤其当邓超这个大明星 主动将素人提出合影时 意图婉拒的女生 仿佛下一秒就要大喊 退退退 在别人婚礼现场玩尬的当作送福里 素人大妈不认识自己 又觉得不可思议 这让节目播出后 不少网友嘲讽邓超 自我感觉太过良好 仿佛明星身份就是自信的资本 但众所周知 任何综艺都有剧本 归根结底 只不过是镜头那边联合起来 故意要给大家展现的内容 若是甄宇拿自己开帅的节目 邓超或许早就像四年前一样 果断出走了 因为邓超伸出的这只手 让无数人笃定离开跑南 并非是他过河拆桥 而是无奈之举 感谢感谢感谢 我也很糟 这一年在一起跑南中 节目组邀请了70位素人嘉宾 一起参加 其中一位叫王盈盈的女孩 正好过生日 但当时所有人都忙着做任务 只好匆忙送上口头祝福 唯独人群里的邓超 默默把这件事记载了心里 在傍晚吃饭时 邓超准确无误 率先喊出了女生的名字 随后调动现场一起唱生日歌 为其送去祝福 而画面中肉眼可见 女生和邓超穿的并非同色衣服 也就是说两人并非队友 反而是有竞争关系的对手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这期节目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 那就是所有食物都要计费 最后花销最多的人要为全体买单 所以为了避免当这个冤大的猴 跑男团几乎人人拿出了灾荒年的尽头 有吃饭指点素菜土豆丝的 还有战士一样打算全体挨饿的 只有邓超为争取最大优惠 又不想亏待粉丝 直接奔赴后厨 亲自给队员做菜 而在大厨指点下成功出事的他 为了向对方表示感激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暖心握手 不过那时的邓超还不知 有时责任心太强也并非是一件好事 2018年 一次节目组下发难题 让跑男团去联合国演讲 这可不是有意设计的模拟测试 而是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厅 以中国人的身份向世界发声 但糟糕的是 节目要求所有人必须全英文脱考 并且支给了两个小时的背诵时间 这对只能喊出VR发目里的邓超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随着时间流逝 生病单词越来越多 邓超来到崩溃边缘 他独自找到导演要求退出 毕竟在联合国演杂 这份事务他不敢承担也承担不起 可谁知沟通后邓超麻了 导演组自己居然都没有准确把握 这事确实是挺困难的 对于你们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尝试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做过这个事 只让邓超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最终他只能硬着头皮上 并用一场表演大于演讲的演出 成功蒙混过关 只是邓超经注了节目组的考验 节目组却失去了邓超的信任 最终这一期收官之战 也成了邓超的告别之战 不过离开跑男这件事 其实邓超早就应该做了 为什么说当年邓超加盟跑男 几乎是演艺生涯最错误的决定 2014年跑男第一集重磅来袭 一边是韩国原版的光环 一边是超人气明星的加持 可谓极尽辉煌 这一年一句VR发布雷家喻户晓 成功打开了邓超的封印 也让一个好好的影帝 彻底解放天性 可与热度随之而来的 却是演员生涯中最致命的两大问题 一是极尽搞笑 导致演员的喜剧人设固化 再正经的剧观众也带入困难 那几年 网上几乎没人没看过邓超那辣眼的女装秀 豹纹秀 丝袜秀 甚至是钢观无袖 可尴尬的是 邓超并不是沈腾贾林 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喜剧演员 并且他真正的演技实力 也从来都不在喜剧的方向之上 2018年 在电影影中 邓超一人分饰两局 演技可为诈领 但当他看到和郑凯对戏时 即便眼神状态统统到位 还是有无数观众表示 太跳跃了 眼睛看着两人在飙戏 脑子里去想着两人在互砍 而第二副作用就是过度曝光 导致演员在创造角色时 带给观众的惊喜感和神秘感丧失 2015年 邓超入选福布斯中国名人榜 全年媒体曝光率第一名 超大的曝光 让他身后跟的话题不再是演技 而是各种八卦搞笑的意识 而邓超自己的选择 也实在让人堪忧 甚至学习了黄小明 只不过对方是演一部佳作 奖励一部霸总 而邓超则是演一部好片 就奖励一部喜剧 比如 历日酌心封神后的分手大师 豆瓣平分4.5 比如中国合伙人之后的恶棍天使 喜提倾扫帚最令人失望演员 这场喜剧在无形中 仿佛成了邓超演技的分水岭 所以后来的他 不管是推出跑男 还是推出任何综艺 从长远来看 不过都是邓超在修正自己 2013年拍《烈日酌心》 为了深入角色 孔水的邓超在一段水戏中 二话不说跳进臭水塘 拍完直接换上轻微幽臂 2017年拍《心理醉》 为了真实 邓超直接生吞一枚寄生用品 分饰两绝的他 又在身材管理上让人恐怖 前一个月撞入牛 后一个月就皮包骨 可以说邓超的演艺人生 从不缺乏演技 也不缺乏毅力 唯一能影响他的 便是自己的选择 究竟是想成为搞笑男 还是演技派